所以我们接下来还是来讨论到昨晚的这一场发布会 那么在昨天这个发布会 大家预想的是辩论会 辩论会 你还是信不信到华为的发布会 这个华为的发布会给我的这个冲击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我们还是来说到这个最新的内容 这一场辩论会 那么在昨天这一场辩论会上 大家有过非常多的期待 那么包括纽约时报 包括华尔街日报给大家梳理了非常多的看点 但是这场辩论会一开始就突破了很多人的期待 大家第一个发现的让大家感到惊讶的是 这两个人竟然握手了 那么在辩论会的一开始 贺锦丽在走上辩论台的时候 是和川普握了一个进行了一番握手 主动去握手 说我们来好好的辩论一番 那么这是在过去八年中的 这个总统候选人的辩论会上是没有出现过的 那么在这一场90分钟的辩论时间中 充满了个人的攻击 尖锐的言辞 这些都没有超出大家的预计 那么根据纽约时报的评论家所述 大体上一部分的评论家认为 贺锦丽是成功的让川普偏离了他的预定策略 成为了辩论的焦点 那么川普是在辩论会结束之后 说我们赢了 当然了 这一场辩论会 各方 这个双方都说 都声称自己赢得了辩论会的胜利 那么拜登总统是在纽约的一个酒店里 看完了这一场辩论会 他给出的这个评价是差得非常远 那怎么去看待这场发布会呢 可能对于看完整场辩论会的人来说 大家突然发现的是 那经过和川普的这样的一个言辞交锋 大家发现贺锦丽是有脑子的 他不只是会哈哈大笑的 也是自身尴尬的这样的一个政客人物 那么在这一场辩论中 政策辩论是被率先提及 但是面对主持人的提问 其实双方都没有直面回答问题 这里有几个明显的点 比如说在面对这个主持人的提问 你对这个在2021年1月6日中的任何事件 是否有感到后悔的时候 川普是闪烁其词 没有回应这样的一个问题 而是说错不在我 我只是来参加了一个演讲 其他的事和我无关 那么在国会的这些安全的失误 那是要归咎于当时的佩洛西 以及华盛顿DC市的市长 那么在面对另外一个问题 你是不是希望乌克兰获胜 这样一个问题上 其实川普也没有直接的回答 而同样的情况 其实也发生在贺锦丽的身上 双方更是在个人的性格和政绩上针锋相对 贺锦丽是毫不留情攻击川普集会的人数 这里贺锦丽是有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攻击的方式 她声称其实去大家别看川普集会上 这个人潮涌动非常的热闹 非常的充满激情 但是有很多参加川普集会的人 在集会开始不久之后就会散去了 这个也是可能是戳到了川普这个竞选团队的一个痛点 也说美国军事领导人认为川普是一个耻辱 而川普则愤怒地回击说 贺锦丽没有自己的政策是美国历史上最差的副总统 这样的火药味十足的交锋基本上是集中出现在90分钟的后半场 那么这样的一个90分钟的辩论会 还有很多让人感到瞠目结舌的一个火印 比如川普提到的在春田市俄亥俄州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他听到的有移民群体把猫和狗为食 那面对这样的一个说法 那一旁的贺锦丽是给出了一个非常让人感到绷不住的表情 其实贺锦丽在这一场辩论会上的表情是非常的丰富 那如果有一个细节大家没有留意到的话 那就是川普在这一个90分钟的时间中很少去直视贺锦丽 他们之间几乎没有眼神的交流 可能是贺锦丽的这样的表情会更加激怒川普 所以川普的竞选团队可能会在事先有过告诫川普说 不要去看贺锦丽 那么尽管双方的四目相对的情况很少发生 但川普仍然是被认为是被激怒了 那么川普在回答一些问题上面出现了迟钝 一些犹豫以及前言不搭后语的状况也有发生 那么如何看待这一个90分钟的辩论呢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前新泽西州长死前川普的怎么说呢 前盟友克里斯蒂在ABC上就说 他说贺锦丽是准备的非常充分 而且对川普设下了陷阱 逼的川普去踩下这些陷阱 而让川普没有办法去讨论本应该讨论的事 像兔子一样的 像兔子一样的 就是说这个在台上的两个人的身份出现了高低之差 一个变成了一个猎人 另外一个变成了猎物 那么这就是一个准备充分的人 和一个没有准备的人之间的一个差异 但是不准备或是看起来不准备呢 也是川普辩论的一个策略 那么大家如果去翻看以前以往的川普 出现在电视辩论上的一个状态 他就是表现成一个 看起来没有经过任何准备 完全是靠临场发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么梳理一些细节 贺锦丽在这90分钟里 是多次引诱川普偏离主题或重申 川普最不受欢迎的立场 贺锦丽这边也是重申了自己出身于中产阶级 深入讨论政策 同时展示自己能与任何人针锋相对的能力 那么一些共和党的共和党人士 是对贺锦丽是给出了一些批评 认为当辩论集中在边境问题和经济问题时 川普这里是占了上风 但是川普又踩下了贺锦丽的陷阱 使得本来可以让川普显出优势的地方 最后变成了贺锦丽逃脱了这些话题 对于他自身的束缚 但是昨天晚上90分钟里 大家讨论最多的是贺锦丽真的把川普给惹怒了 包括所谓的移民群体以猫狗为师 成为了昨晚一个最大的发辩新闻 或者是大家昨晚最被讨论热点的一个话题 川普这样的一句话说出来 大家都认为这一场辩论 硬要说谁赢谁输 那已经有了一个答案 那么这也是我对昨天晚上90分钟辩论的一个简单梳理 那不知道何明先生有没有关注到 可能更深层次的问题 这个上一次的这个美国的大选 电视辩论会之前 就是川普和这个办的两个人的辩论会 在之前呢 这个支持川普政令的人和川普本人 就把办的描述成为一个自能在地下室里面操纵这个选举 没有能力去办票演讲 这个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 他完全是一个用简单的话来讲呢 是脑残 所以后来的辩论会呢 这个办人只需要证明一点 他不是脑残 不是脑残 后来所以发现呢 在那个时候的办人 不脑残 所以办人在那次选举中间 这个辩论中间就用这样一点呢 占了这个上风 而昨天的这个辩论会呢 就是之前支持川普政令的人把这个贺锦临 描述成为这种放荡的这个大笑 是一个没有脑子的一个女人 靠什么什么上位 讲得非常的难听 非常的无能 这个团队关系搞不好等等等等等等 是一个没有怎么怎么样的人 但是昨天的这个会给人的感觉呢 哈里斯或者贺锦丽啊 是一个相对来讲就是一个美国的一个自信的 一个亲身的 一个给人一种阳光感觉的 这样一个职业的一个女性的这个形象 或者是一个中产阶级的形象 或者是一个 一个教授或者是一个专业人士 这么一个形象表现出来 所以证明她是一个 还是一个有脑子的人 不是一个没有脑子的人 从这个意义来讲 之前的对贺锦丽的这种描述啊 这种 这个 这个 制造的各种各样的 这个谎言啊 昨天就给大家了一个答案 昨天的这个主持人 非常明显的 这个对川普有一些不客气 这个事情呢 也有一些观众提出议议 就好像川普昨天晚上就是一对三 那么这个情况呢 是怎么回事呢 是不是跟ABC和川普的个人恩怨有没有关系 因为川普一直攻击 ABC是一个烂媒体 是一个糟糕的什么东西 攻击了很久 两人之间呢 还有ABC和川普之间 还有一场官司在打 但是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 事情的另外一方面就是 面对这样一个有大众化影响的辩论会 如果是一些基本的事实 在辩论中间不进行及时的核实 那么这是非常危险的 美国的这个水民长期受制于这种舆论的操纵和影响 已经对这个世界和对现在的这种候选人缺乏一种 根据不同的情况所形成的一种判断 而是相当的僵硬相当的固化 这个是一个非美国性的民主陷入到的一种 计划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人家不会去对事实进行一些基本的辩识 就认为你讲的 我讲的 只要是符合我的想法的讲法 那就都是对的 而昨天的各大媒体 首先做的一个最基本的工作 就是事实核查 无论是CNN还是 这个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还是其他的ABC等等 很多的媒体 昨天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事实核查 无论是哈里斯还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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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 两个人讲的事情都进行事实性的核查 这个是一个媒体 专业性的一个表现 当时的主持人 也及时的把川普讲的一些事实 做了一个事实上的核查 我觉得这个是在未来的辩论会中间 也许是一个值得考虑的一个工作原则 否则的话这个误导性就会变得非常之大 昨天辩论完之后 川普走进这个新闻室 好像我不知道贺锦丽有没有参加 贺锦丽有没有参加跟媒体谈话 贺锦丽好像有很多人在酒吧里面等她 说一起来喝杯酒什么之类的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去了酒吧 还是有一个新闻发布会 新闻发布会我是看了这个 川普的这个讲话 说我们拿到了百分之七十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九十的民调 都是支持我赢了 对吧 下面有个记者就问她 你这个消息在哪里来的 这就是美国的政治啊 到了一种非常令人沮丧的一个境界 正开水口就来 水口就编织根本不存在的 或者是完全离帖问题 或者是完全错误的这样一个事实性的一个程序 其实不是事实 但是正是这种误导性的事实 使今天的民主走向一个激化 走向一个危险 走向一个难以寻找到优化政策 或者是难以找到优秀领导人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背景 访言 这个虚假成为了一个媒体非常乐于追凑的一个新闻 而受众呢 享受这些虚假的新闻 从来形成自己的这种政治观 这样一种危险 让民主政治从优化走向了激化 那现在美国的媒体人试图能够 站在媒体的角度来讲 能够有所提醒 有没有多大改进呢 我还是非常怀疑的 因为选民的固化计划难以改变 这已经是长时间形成的一个问题 也许需要慢慢来调试 昨天的很多的问题给我的感觉就是 哈里斯当然是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 非常明显感觉到 就是一种进行打造的一个新一代的政治家的这样一个形象 不是过去 既不是办论总统 也不是川普的这个时代 他仅仅抓住美国现在最核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中产阶级的问题 其实在过去几十年中间 美国的贫困人口得到的照顾的程度 不能说非常好 还是照顾得不错的 或者是至少有一些照顾 还是令人感动的 对老人对残疾人对贫困人口的这种照顾 对负困人的照顾那也是非常的明显 美国的财富的增长就像美国的股市一样的 你看股市狂涨一下子又多少个点 一下子又多少个点 你仔细去看看 最大多数的公司并没有涨 涨的就是几家公司 甚至就是一两家公司两三家公司 美国的财富的增长其实也是这个问题 美国的财富的差距一不一不在拉大 但是你底端有社会的这种基本的保证制度还是不错的 顶端那你无所谓 那么多少家族大家可能名字都不知道 但是财富已经富可帝国 而且越来越有财富 而真正在这个社会承担最重要的贡献 在中产阶级 在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煎熬之中 而且情况越来越严重 那么这个哈里斯死死地抓住这个核心的问题 是中产阶级是对的 但是他的策略还是非常的简单 给这个多少钱 给那个多少钱 给个这个补助 而这个川普也抓住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经济 川普其实他的商人的轨迹很清楚 他先不是一个非常可敬的一个商人的轨迹 同时也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一个成功 但是呢他给选民的感觉 他的这个经济政策 应该是更好 但是实际上他的经济政策讲确呢 就是加税加税 贺景丽在辩论中就讲了 加税的结果就是给 消费者 其实也就是给中产阶级 更多的这个销售的这个负担 通货膨胀也好 这个其实除了这个产业链的扭曲以外 其中其实就是加税也是其中的一个 通货膨胀的其中一个原因 但是他就要加税 但是这些口号啊 他有极大的呼应了那些石路阶层的 这样一种内心事件 内心事件 所以昨天这个节目是 这个辩论还是很精彩的 很可看的 但是整体来讲 反映了美国的真正的危机 就在于呢 辩论就只是成为了辩论 并没有反映出 美国这样一个强大国家应有的国家政策的 根本性的调整 有的是一些战术性的 对选民的诱惑 而不是呢 对这个国家 在这样一个政策发生 根本性变化的一个情况之下 美国应该保持他的这个领先的这个能力 也许美国也不需要太多的战略 因为美国已经是世界第一 而且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 这样一个强大的力量也不会根本上的改变 就是靠他的关心也是可以运行下去 这个作为领导人总统也许不需要那么多的这个战略 但是呢 有一个条件 就是其他的国家也是跟美国一样的 是按照关心在发展 美国不用着急 如果其他的国家 是在进行根本性的改造 而且呢 采取的方式 未必是美国人认为正确的方式 但是呢 他有可能 对美国的 这样一种 在所有的重要领域都领先的这样一个地位 可能再产生一个挑战 美国的应该方案到底是怎么样 从这个真正的智慧的角度来讲 这样一场辩论比不上一场这个 美国大学生的辩论的智慧的水平 这也是美国的政治的衰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 美国的政客已经呢 满足于一些水民的一些感光上的一些要求 而对这个真正的国家的方略 也是思考越来越少 对 毕竟啊 我们从这样的一个90分钟里 连从移民以猫狗为食的这样一场辩论里 得到这个美国的一个战略大方针的方向 我昨天听了以后 我都不好意思讲出来 说这个海地移民啊 吃的这个猫吃的狗 我也不能说没有这种变态的人 对吧 但是这种变态的人好像都没有看到媒体报道 正如刚才何彬先生所说 就是在川普给出这样一个让人感到瞠目结舌的回答之后 短短一分钟之内呢 主持人这边是很快的进行了一个事实核查 联系了俄亥俄州的这个春田市的市政管理人员 得到的一个核查结果是 在春田市并没有这样的一个可信的报道发生 虽然不知道 对 对 你即算是发生了 我们退一万步来讲 我不能说移民里面没有犯罪分子 我们也没有说移民里面没有变态的人 但是你说全世界的犯罪分子都送到美国来了 这种说法就是制造了这个国家非常严重的分裂 不要说川普本人是一个移民的后代 他的夫人更是新移民 那无数的这个新的移民贡献了美国今天的这个强大 如果用这样一种方式来攻击这个移民 甚至非法移民也是美国人道主义表现的一方面 当然非法移民里面有犯罪分子有骗子有形式犯罪分子 当然这些事情那美国需要的是法治去处理 你自己应该有一套完善的这个法治体系的面对这些问题 而不是泛泛的针对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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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体 感谢和平先生的补充 但是我个人是非常看好 这样的一个移民以猫狗为时的 成为近年年度的网络迷因 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潜力的 那刚才和平先生也提到在90分钟的辩论中 其实双方呢 基本是忽略了一个房里的大象的就是中国 刚才和平先生说到的这个 面对美国之外一个强大势力突破惯性 在对这个自身国家进行根本性改造 来追逐领先的美国 美国这边是否有一个领导人提出一个应对的策略呢 在这一场辩论中没有出现 而和平先生刚才没点出的国家呢 这个显然意见就是中国 还有印度 对 还有印度 可能在中国的这个势头呢 是更旺 注意感的速度呢更快 那么这个90分钟的辩论我们先放到一边 接下来还是来聊